許智安和蘇永康 接下來會在澳門一齊舉行演唱會 這日在澳門舉行記者會 大會安排兩人打手印儀式 非常別開生臉 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兩個感情要好 加上都是唱得之人 合作開展一定不會令歌迷失望 所以我們有一個默契 就是不用去彩排或什麼 就是講什麼話或什麼 就是往往我會在後台 欸這次在美國 然後想一想怎麼整他 就不告訴他 然後走在一起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就問他問題要整他 所以我覺得那個才好玩嗎 觀眾也應該會看得蠻開心 我也覺得非常好玩 就是一般他認為能夠整到我的問題 他整不到 然後我回他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 他回答不到 那個才好玩 才這個精罪所在我覺得 你看怎麼辦了這次 既然演唱會的主題是互相整鼓對方 安仔也好像很有信心 可以整鼓到蘇永康 他的一切都要看當日開宋才知道 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日子呢 我先公布一下 請說 非常開心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 他的好朋友是文康 他應該會在這個演唱會當中 應該會向另外一半求婚 應該是吧 應該會吧 我已經約好他的女朋友來就是捧場嘛 對不對 來支持一下嘛 那到時候呢 可能我就會想一想 不要告訴你好了 好 告訴你 這可能我會把那個 蘇永康的女朋友就 就弄上台 非常感謝你 沒有啦 就是唱一首非常非常非常好聽的歌曲 你這個笨 就是其實你心裡有沒有 你這個笨 然後就求婚 然後你們就結婚 你這個 然後我就就是 你你先聽我講 你這個笨蛋 你先講這個事情 我就把你女朋友請來 到時候看誰麻煩 安仔和蘇永康透露 明年可能添食 找買梁漢文 張偉健一起開宋 而訪問期間 兩兄弟已經你一句 我一句 安仔更加說 非常緊張歌囚 難道真的打算 儲定人情 給蘇康結婚之勇 當然他比較有錢 所以歌囚方面沒什麼所謂 但對我來說非常有所謂 因為我 因為我 這個是我的工作嘛對不對 這個也是我的工作幹嘛 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知道嗎 對我來說非常有所謂